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我是钟浦文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再有新进展 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 昨天播放了桂民海的自白片段 里面指 他自己是因为十二年前 在宁波发生车祸 撞死一名女学生 被判刑后潜逃出国逃避刑责 但之后受到良心窄备 自愿回国自首 他有强调不希望外界对事件炒作 不过只要细心点看清楚想清楚 都会觉得疑点重重 第一 名字不符 桂民海就被称作桂民海 咦 会不会有点错相呢? 当然 亦有人说他是因为走老 自己就改名掩人耳目 第二 年龄不符 2003年车祸的邵氏司司机44岁 但桂民海现在51岁 换言之他当时只有39岁 当然 亦有人说他因为要报大数 拿那些长者福利 第三 桂民海自白片段 衣物和发型前后不一 都不连戏 明显是不同时间拍的片段剪接而成 化妆和服装指导一点都不专业 第四 当年车祸邵氏司司机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换刑两年 是不用坐牢 如果真是精心计划要走老 为什么不判之前走呢? 而是等判完没事之后才走呢? 第五 虽知道自首是一个很沉重的决定 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国巴提雅 享受阳光与海丹的时候 突然在泰国直接回中国呢? 而且瑞典曾经向泰国查询 泰国是没有桂民海的出境记录 莫非自首都要非法出境 用自己的方式回大陆自首? 第六 失踪超过两个星期 本来都没有消息的李波 巧合地在桂民海报道播出一个小时后 头条日报再引述李波的全身家书 内容说 桂民海的为人历史很复杂 在品德上是一个极其要不得的人 又说今次是被他所累 又重新不希望各方面将他自愿回内地一事 放大炒作 第七 为什么李波说自己是被桂民海所累? 不过十二年前的车祸 很难想象到会牵涉到李波 到底连累的是哪一宗案件? 而且更牵连到铜锣湾书店 其余四个人全部失踪? 因为车祸四个人而大废周章 甚至惊动外国 这个绝对不是中国的作风 实在令人难以自信 桂民海自首的片段出街后 到底是越描越黑 还是真理越辨越明? 另外三位失踪人士的剧情 又会如何发展下去? 绝我说 要释除疑虑 说到尾 都要五位失踪人士尽早现身 亲口说清楚事件 这样才可以令到大家放心 放心香港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因为荒谬的事发生一百次都不会是事实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